瞎说 拍照这么难看哦 你不是我的 等待了一个月的护照 本来说是要我们30号去拿的 但是昨天阿炮的护照他已经拿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迫不及待的去拿护照了 老挝人办护照有多难 阿拉的护照从9月份的时候就要他办了 因为信息不发达 很多老挝人都不会自己办护照 阿拉也不会办 当时他找了一个代理代办的 要130万脑币一个月时间办好 因为人必须去沙烟屋里去录人脸和指纹 所以一直耽搁没去 后来又找了个加急的代办 三天能办下来 但是价格却贵得离谱 要600万脑币 然后经过这些咨询过后 想着自己去一趟沙烟屋里也能办 就自己带着资料去办理了 才花了60万脑币 吃完就去拿护照去吧 好 走吧 吃完了 吃好了 看车 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 你下去来一下吧 我在车上等你 就这么多 嗯 吓死了 拍照这么难看哦 你不是我的 先进来 给你看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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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我了 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就不能看 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等一下 给你看 不要拍我 好 你看 不拍 这个不是我 哎呦 你们 要用十年了 哎呦 花一个 我不好看 你看到不是我的 要用十年了 不是我的 怎么又不是你了 看嘛 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好看 好看好看 只要是你都好看 不好看 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么黑 脸这么大 看一看 看一看 你快拿到护照了开心吗 开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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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笑 昨天我笑奥炮 今天笑了 看 笑奥炮今天笑自己了 哈哈 可能一个月的护照 今天终于拿到手了 护照已经拿到了 离去中国 又进了一步了 离去中国